然后也会启动它了 接下来要做程式的设计 设计特别注意 第一步请你记住一下 这个NAM 这个文字方块里面的 NAM 这个叫 TestBox 1 2 3 4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名称太长 我习惯会把它缩短 那我可能会把它改成叫TST 然后这个是01 下面这个是02 以此类推 所以你就是把这个名称稍微改短一点好了 那改的名称 你要记住是叫什么 你不要到时候名称 像之前有同学是 他没改 然后就直接用他原来的名称 执行我的程式一跑就不错了 因为找不到你的那个东西了 他有点像也是 一个来源 然后对一个要放的 就是他会先抓到上面的资料 去放到你的哪个位置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先把这上面的改 TST01 到04 那这个看你要不要改 都无所谓啦 我习惯是把它改短一点 叫 B1好了 Button B01好了 第一个 OK 大概改一下名称 确定一下你名称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个按钮上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他会出现 当这个按钮叫B01 被 Click Click就是 他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 被使用的点他一下 然后就会去执行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程式就写在这个地方 一样是一个sub开头 一样是sub结束 不过他是写在这个表单里面 不是写在模组里面 那我里面要做什么呢 就是 第1个 我要先知道一下 几件事 第1个 我要先知道呢 这个的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第8列 那我资料应该写在第9列 所以我要先知道 现在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我就把它加1 加1之后呢 就是我要放的位置 OK 所以 程式怎么写 这个地方就是 也许我多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名称自己取 我习惯用R R来表示我现在在哪一列 我将来要放在哪一列 那怎么知道最下面一列在哪个位置呢 我之前有讲过类似的 Range 然后去用 也许用B2好了 从B2去往下侦测 所以B2往下侦测的话 就打一个AND END 然后刮虎往下侦测 这个前面有讲过 应该有印象吗 点Raw 那Raw的意思是说 它现在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加1就好了 那这个R 现在应该就是9 那我要怎么样把 我 知道的东西 写在第9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然后我就直接 把 前面是要输出的 所以Sales Sales的那个 第R栏 就是第 现在应该是第9栏 第9列的 哪一栏 A栏 A栏要放什么呢 就是放那个姓名 那姓名将来会输出在哪 输入到哪里呢 TST 01 第一个 第一个格子里面 的 TXT 有没有 它会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TEST 这个TEST就是 它会放资料的地方 那 文字方块的物件 里面会有个TEST属性 就放我填的资料 那以此类推嘛 一个放好之后的话 那就下一个 这个是B嘛 放2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 然后再来就是3 3 4 分别就是A B C D OK 这几个嘛 然后我就是分别是放3 放4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反正就丢来丢去就对了 不要丢错位置就好了 那最后的话呢 我希望在 平均这个地方 帮我算平均 所以最后的话 怎么平均 比较简单呢 等于什么 反正就是 这三个 这三个相加 那这三个已经丢过来了 干脆就是 把这三个相加 那你可以怎么样 等于 丢过来的东西 也许就是 把它用什么 run的函数 RO UND 取到小数点要 这个run的是取小数点第几位 然后给什么呢 把 BCD相加 B栏 加 C栏 加 D栏 把这三个 里面 输入的词 相加 然后在 逗点 取到小数点 D位 OK 刮护起来 但是可能会有转型的问题 因为输入的话 如果 输入应该都是文字 但是 但是 我